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业务风险也不高 特别是酒水之类的东西 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 那就基本没什么问题 就看主播能带货多少了正所谓劝嘎选嘎 劝嘎超嘎 此为真正意义上的攀嘎之交 指行业内地位和资历较高的前辈 通过假意 劝告年轻人 使自己在行业竞争中处于有利的行为 很多网友也是劝过潘长江 到了这个岁数前 够花就行了 如果出来耍怪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底蕴 还是不够 人设有伪装和宣传成分 虽然明星直播卖货完全可以 但是不能卖假货和问题货 一旦发现就要严惩 卖多少加倍法 只不过对于潘长江来说 只要赚钱 脸要不要不重要 觉得钱差不多就可以了 多少算够呢 但是如果真的一个月能入账千万集结的话 估计很多人 都想来直播 带货试水了 毕竟很多明星 过去之后 少了收入 来源 有这样好的项目 谁不眼红呢 在钱面前 名人和普通人一样 贪欲 钱是个好东西 能像赵妖精一样 如今的社会没钱真不行 但潘长江这么做了 其实也挺不值 他牺牲的是 40年从业辛苦积累的观众员 和老艺术家的脸面 他们缺钱吗 不缺 出个综艺走个商业 客创个角色 也是随便入账 这下好了直接脸 也丢尽了 这件事未来 也会影响各个电视台的节目 对他说goodbye了 当韭菜被反复割长脑子后 不买了这条财路一段 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直播的初衷 是分享经济实惠或者品质优的商品 给朋友们 现在是专坑老铁和家人们 即便潘长江转得再多 甚至比郑爽还多 最后又能怎么样呢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